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讲师金叶玉峰 我们本课程着重的来探讨CI加常见问题 在众多高级语言当中 它都是从我们CI加所见见而来的 所以说CC加大语言的基础 对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本课程当中 着重的来探析一下 C加加的面试题 可以帮助大家呢 更好的在求知过程当中准备面试 本课程 总共 需要包含 C加加程序基础 预处理 Const Static Sizeoff 引用和指针 字符串 C加加面试上对象 C加加继承和多态 数据库 Stl 排序算法 以及我们 的一些最常见的 模板函数和模板 和模板类的这个使用 等等的都是我们面试过程当中的 所最常见的面试题 首先呢 我们第一讲课呢 来给大家 探讨一下 预处理和红的常见用法 好的 我们本节课的目的呢 我们本节课的目的呢 就是预处理和红的使用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是我们预处理的使用 首先看下面的这个 代码呢 并且能写出程序 在这个代码里面 首先呢我们是引用了 投案件 stdio和stdlib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定义了 一个红 defin 定义一个debug 然后呢就是主函数 主函数里面 首先呢我们是 定义 印刀i等于0 Xc 在wire循环当中 我们就是来等待 用户 输入字符串 并且呢 把字符串呢 复制给 我们的 c 复制给c 在这个 当我们输入 小写c 或者大写c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通过 debug 来判断 就是通过我们的预处理呢 来判断它的一个这个 输出情况 我们本题目的考点呢 它其实呢就是来考察 大家对 预处理当中的 ifdefine else 和enddefine 在程序当中的使用的一些用法 的掌握情况 在代码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第13行呢 首先呢 我们定义了 名为debug的 预处理器 常量 它是一个预处理器常量 OK 而在后面的代码当中 分别 使用 ifdefine 来判断 debug 是不是 被定义了 判断 debug 是否被定义 如果说 debug被定义了的话呢 则就进行 printf 语句的输出信息 而如果说 没有定义debug的话呢 则不执行它 就直接 breaker 就完了 在这个代码当中呢 我们 已经给大家定义了debug 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们传给 闷函数的 代码呢 我们可以 更改一下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 它就相当于 我们直接 把它屏蔽掉 else 这块也屏蔽掉 就相当于 我们 没有定义debug 也就是 不用判断 它的这个debug的这个存在 就直接printfool 我们呢 先来 生成一下解决方案 收成成功之后 我们来运行一下 程序 比如说呢 我们输入a 按enter 输出的为 i等于1 为 gouta 它输出为什么呢 i等于1 也就是说我们 首先的判断 它如果说输入的不是 cure的话呢 则 直接把它输出出来 OK 然后呢 我们再输入小写a i等于2 为gout 小写2 然后呢 我们输入小写cure we gotcure about to exit 也就是退出 再接下来呢 我们 把 语处理 语句 给它删除 给它这个放开 放开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来 运行一下 比如说呢 我们输入大写a i等于1 we gota 小写a i等于2 we gota 输入cure we gotcure about to exit 也就是说是 在我们本程序当中呢 不管这一块有没有判断debug 它都会输出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我们 如果说让它不输出的话 我们先把它屏蔽掉 然后呢再来运行 比如说输入a i等于1 它只会输出 i等于1 我们看 看一下i等于1 在哪里输出的 是在这一块输出的 而 if define debug和endf 之间的printer printer for 输出一句呢 是没有被执行的 输入大写a i等于2 输入cure 退出 它中间呢 预处理之间是 没有被执行 为什么呢 他首先在这里要判断 我们的 debug是不是被定义 当然我们屏蔽之后呢 这个debug 也就相当于是没有被定义的 所以说呢 他就不执行 这个printer 语句 当然了我们的 if define else和endf 他们的使用方法呢 嗯 就是这么的简单 但是呢 如果说 如果大家不懂的话呢 使用起来呢 也是比较的 困惑 当然也 很难看懂 我们的 程序的输出结果 所以说呢 这一块知识点呢 也是 基础部分 当然也是 考面试题当中呢 经常要考到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来 给大家讲解 第2个问题 红定义的使用 我们的红定义的 它就是使用 define 来定义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我们来 注意一下 二 它是 红定义的 使用 考点 使用敌范 红定义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呃 在这块呢 我们首先把 刚才的 代码 屏蔽掉 刚才的代码呢 是 预处理 现在呢 我们 来看一下 红定义 红定义 红定义的话呢 当然我们首先呢 需要在 闷函数的外面 我们 我们定义一个红 include sqr x x乘以x 这是define 好的 定义了 红 sqr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 函数当中来 应用它 定义 英特形的a b a 等于 sqr b加2 然后呢 print for a 等于 d 反形 a OK 这是把a输出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题目当中呢 这也是我们经常要考到的一个知识点 定义一个红 然后呢在下面使用它让你输出一个结果 首先我们看这个红的定义 在这里呢我们定义了这个 sqr 他显然呢 就是想要获得 x的平方 也就是说 x的二次方 而在我们后面调用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参数呢 为b加2 原本呢 他是想让什么呢 想让a 他是 原本 就是想让的 让这个 a b 等于 b加2 乘以 b加2 这是我们原本的意思 也就是 他是 b的值为3 也就是5的二次方 为25 但是呢 由于我们 红定义 展 展开呢 他是在预处理 时期来进行的 也就是说是 他在编译之前呢 b 并没有被复制 所以 这个时候呢 b他只是一个符号 他只是一个符号 因此呢 在我们这块他展开的时候呢 a就成什么了 a 我们直接把b 带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它这个复制过来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一块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a 等于我们直接把 b加2 替换成x 所以呢 为b 加2 乘以 b 加2 他是直接这样替换的 而不是说是 给他们把括号带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容易看出结果了 b等于3 3加2乘3加2 就是 3加6加2 结果呢 为11 在这块呢 很容易幻想 这也是我们 在考试当中呢 容易 出错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他 不难 并不难 但是呢 我们为了达到我们 以前的目的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讲 sql 更改为什么呢 更改为 给x加括号 就可以了 我们呢 先来运行一下 看结果是什么 加了括号之后呢 a a算下 等于25 但是我们把括号取了之后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下a的结果 a等于11 这个呢 与我们预期的目的呢 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分析的时候呢 也就是 原来呢 a是这样 但是呢 他计算的时候呢 他是直接用b加2 去替换我们的 x的 而不是说是用 b加2括号 乘上一个 括号b加2 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的 这是我们 红定义的使用 这一块呢 在考试当中 也是 必考 之一 好的 这是我们本节课呢 给大家讲解的两个知识点 也就是我们的预处理和红的使用 总共呢 是分为两个例子 来给大家 引入知识点的使用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 课后题 学习了本节课之后呢 大家应该会掌握 我们的 预处理命令的使用方法 和红的使用方法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一块呢 给大家 出一个题 也是 写 看程序 写结果 当然呢 首先呢 我们 给大家 定义底范 str s 他呢为这个 颈s 然后呢 再来定义一个红 第二个红呢 我们给他定义为 int a 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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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b OK 定义了两个红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 在主函数当中呢 来实现代码 就是 就是 客户系题 print for str vck print for 反习个n 然后呢再来输出 0%反习个n ok这个呢是给大家的结果 我没有定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s写错了 应该是a 好的 现在的话呢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的客户习题 大家看了习题之后呢 给出结果 好的 这是我们吃鞋课这个主要的内容 谢谢